本集的重头戏是夜魔侠登场了 夜魔侠与女浩克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格斗大战 那到底是谁更生一筹呢 请不要走开哦 这天珍妮接到一个年轻小伙的案子 这个人的绰号叫跳蛙 他要状告设计师卢克 那天晚上他本来想收拾一下两个小偷 但没想到的是 当他飞身上空后 战俘突然失控 他一下从高空摔了下来 刚才呢是战俘突然着火了 他认为由于卢克设计的战俘存在质量问题 导致他的脚三级烧伤 珍妮一听 就是那个帮他设计衣服的怪咖设计师 他就不想接这个案子 因为全世界只有卢克才能帮他设计漂亮衣服 但是珍妮的老板不想得罪跳蛙的父亲 要求珍妮必须受理 珍妮只能硬着头皮 私下找设计师卢克弹劾解 但卢克听到有人质疑他战俘的质量问题 气不打一处来 亲手撕毁了威女浩克设计的礼服 然后要拉黑他 珍妮也火了 那就法庭上见吧 刚开听时 卢克孤身一人 没有律师 悲等跳蛙来得及嘲笑 只见大门打开了 似是一个盲人闪亮灯场 他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马律师 但对珍妮来说就是个反人的家伙 只见马律师不卑不抗 有理有据的阐述事实 珍妮这方并没有占到一点优势 跳蛙急了 向法官扔出了他的破战服 马律师立刻灵敏地嗅到了 他助推器的燃料并没有按照说明书使用 法官直接驳回跳蛙的诉讼请求 珍妮败诉 十分沮丧 珍妮赶紧向卢克道歉 要求他再给他做衣服 卢克此刻哪肯再打理他呢 我错了 晚上 珍妮独自到酒吧喝闷酒 马律师主动过来示好 他说欠了卢克的人情 所以过来帮帮他 珍妮不知道的是 他其实就是夜魔侠 他说 珍妮可以通过法律帮助被社会辜负的人 叶浩克可以帮助那些被法律辜负的人 珍妮顿时对他有了莫名的好感 晚上回到家 珍妮接到了跳蛙的电话 说有人追杀他 珍妮换上设计师的战袍 准备去救人 他赶到现场 车上下来一个神秘人 让他别多管闲事 尼浩克停了就来火 两人扭打了起来 但神秘人似乎不想与尼浩克纠缠 尼浩克一拳把地板打猎 但他还是溜了 还别说这动作真是行云流水 可以比肩蜘蛛侠了 尼浩克怎么可能轻易让他跑了呢 他的绝杀技开始上演了 总算把他打趴下了 他上前掀开他的头掌 原来是马律师 盲人这么能跑 不会是装瞎吧 马律师解释说 他会用空间感知法 就类似于回生定位吧 确实看不见 他说道 其实是跳蛙抓走了卢克 自己是去救人的 珍妮这才意识到 原来马律师和自己一样 也是个超级英雄 他就是享有盛名的夜魔侠 这下误会终于解除 两人一同前去解救卢克 跳蛙其实输了官司后 非常不爽绑架了卢克 逼着他重新给他设计战袍 珍妮他们来到了敌人阵地 发现跳蛙顾了不少打手 只见门打开了 夜魔侠神手矫健 轻轻松松地干倒一波 好吧 又来了一波 正当夜魔侠准备再次开战时 他们配合默契 直接攻进了敌人的核心阵地 珍妮救下了卢克 同时劝说跳蛙赶紧迷途之反 但他哪里听得进去 看形势不妙 赶紧跳窗逃离 然而历史重演 他的脚又刮采了 经历这场风波后 卢克与珍妮重归于好 答应给他设计礼服 但要求他不能太胖哦 接下来就是珍妮和夜魔侠的 两人世界了 对话越来越暧昧 珍妮问他什么时候回纽约 他说明天 那今晚就直蹦主题吧 接下来的剧情你们懂的 第二天早上 夜魔侠光着脚 吹着口哨离开了 这回不会再玩失踪了吧 这时助理突然进来 让他准备好参加今晚的晚宴 原来女浩克获得了 年度女律师的称号 恩 爱情和事业双丰收 按正常来说 这集已经圆满结束了 是不是会迎来大反转呢 晚宴正式开始了 女浩克穿着卢克设计的 性感丽服几年出场 一下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当主持人叫她的名字时 她兴奋地走上台 正准备发表获奖感言时 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 浩克国王的logo 幕后人自称是情报联盟的人 说女浩克不配得到大家的关注 接着就把珍妮大量的 隐私公布于众 甚至把与海王男滚床单的视频 也呈现在了大屏幕上 众人一片哗然 女浩克顿时面红而赤 怒火中烧 一拳打向大屏幕 众人看到失控的女浩克 吓得纷纷逃离 黑暗中 她看到有一个人戴着面罩 还朝自己拍照 气得猛地冲过去 一把抓住了她 恨不得立即把她撕碎 但此时已经有几十支枪 对准了女浩克 她若再进一步 就彻底玩完了 此刻的女浩克 以手足无措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本集到此结束 女浩克能喜情冤屈吗 她与燕魔侠的爱情顺利吗 请点击投像 即使收看女浩克的大结局哦